花蓮一位妈妈带着三岁大的儿子到门诺医院就诊 说是小孩听力有问题 经过小儿科医师检查后 从幼儿夹出了一块两公分大的儿屎 小朋友这才对声音有了反应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建议不要用棉花瓣给它弄 结块的儿屎会塞在里面 如果小朋友一岁以下的 我们都会给它开那个儿屎的溶解衣 或是那个滴机滴下去以后 它就会把它溶解了 而医师也提醒两岁以上的小朋友 开始充满好奇及活力 最常被小孩塞进耳朵的是 小圆珠 BB蛋或是小坠式等圆形的小物品 家长一定要整理收妥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会痛 小朋友会去挖耳朵 那如果他有在挖的时候 你可以用手电筒上来照一下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些异物 父母亲不要自己去清洁那些耳道的东西 由医师来做清洁动作会比较好 医师表示外耳道皮肤有自我清洁的功能 如果不当清洁伤到外耳道皮肤 可能造成发炎感染 丧失天然清洁功能 反而容易结块阻塞 大约新闻花莲综合报道